好,各位同学 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第12课 哇,终于来到这一侧的最后一课了 OK,好,那这一侧呢 最后一课它跟你讲一个 其实是跟生活全面非常有关的事情 OK,那标题叫做 The 90th Secret OK,好,那我想如果你自己已经先预习过这个课文的内容的话 大概知道它要讲的是什么 OK,那其实有时候 我们说这个东西其实还蛮老调的 不过呢,总是常常提醒自己 其实还是有帮助的 OK,好,不过呢 我们现在的重点不在于看这个主题 我们在于呢,把课本上面一些比较重要的 一些同学要注意的一些用法跟文法呢 稍微把它看一下 OK,好,文章很长 不过呢,其实你大概只需要注意名词子句这个东西 还有一些片语 大概这一刻啊,一个东西就是名词子句 它一直出现 OK,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有蛮多的一些片语啊 OK,好,来我们先看到第一部分 The 90-10 secret is incredible However, very few know and apply this secret OK,好,那我们看到very few very few,我们知道 few的意思就是很少很少很少 OK,好,是几乎到了已经负面 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的意思 OK,所以当你very few的话呢 当然你也可以说呢 是 hardly any 这样子,OK 好,几乎是没有啊 OK,好,类似于像这样子的意思 very few, maybe just 1% of the people OK, or maybe less than 1% of the people OK,几乎是没有 OK, know and apply the secret 那即使是very few 这边要注意到就是说 few它是加可数的名词 好,所以呢 就算是very few,但是还是负数 因为它至少它没有讲一个 OK,好,所以呢 还是呢 这边你还是要讲那个 还是要讲说它是负数 very few等于very few people 那还是负数 know and apply the secret the result millions of people millions of 这个的话呢 其实只是要复习一下 OK,因为我们说呢 million这个字 如果你后面没有直接加名词 而有一个of的时候的话 这个million的话 它就是一个名词 那名词的话呢 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要把它加s 如果你是当作数字来使用的时候 你说300万人 three million people 那时候那个300万 300万人 那个数字呢 相当于好像一个什么 相当于好像一个形容词一样 那那个时候你就不用加s 但是这边的话 millions of 它在of的前面的话 就会变名词 好,那所以呢 请你要把s加上去 OK millions of people are suffering undeserved stress undeserved OK,那我们这个字的话 我要先从它的这个最原先的字就是什么 就是deserve OK,deserve这个字是动词嘛 对不对 好,OK 好,那如果我们讲说 you deserved OK,或者是 you deserve the stress 这样子,OK 那相当于我们可以说什么 如果你变成被动 我们说 you deserve the stress 这是你应得的 比如说你呢 接着一个很大的计划 and you get a lot of stress you are under a lot of stress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 you deserve the stress 因为呢 相当大的计划 比如说很多钱 或者很重要 那它有个压力 you deserve the stress 那相当于说呢 the stress is deserved deserved OK,等于是这样啊 OK 好,但是如果是一种不必要的 不属于你应该有的 不是你应该得到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deserve 加上什么 加上um变成undeserved 就是呢 其实你不应该得到这么多的压力 因为我们当然知道说 很多压力其实都是 自己想的 对不对 OK,就像我现在在这边讲话 其实也会有压力啊 OK,但是呢 不要讲太多哦 OK,好 我就尽我的力量 跟同学讲的我所知道的 那我如果没讲一个 我就要担心说 我补充了一个 是不是还有十个没补充啊 那这样我也很痛苦啊 对不对 OK,好 OK,undeserved stress trials trial这边啊 trial这边的话呢 并不是单纯的尝试而已啊 我们都知道呢 我们常常讲说呢 有时候学习 都要经过所谓的trial and error 事物啊 尝试错误 那个时候trial只是尝试 但是这边这个trial不是只有尝试 这边这个trial的话是 可以说是尝试啊 别人来尝试你啦 就是说呢 对你一种考验 一种试炼 一种磨炼 一种磨难这样子 所以这边这个trial的话呢 指的是一些困难的事情啊 trials in life OK,好 OK,好 也许呢 那因为这个的话 其实跟宗教稍微有一点关系啊 你这样好像讲说 上帝给你的磨炼 然后上帝在试炼你 考验你这样子 OK 所以基本上是困难的事情 痛苦的事情 OK Problems and heartache they never seem to be successful or to enjoy life OK Bad days follow bad days Terrible things seem to be constantly happening OK 这边的话这个 seem to be happening 当然你也可以说seem to happen 但是当你用seem to happen的话 其实它那个 它那个时态 它那个时态能够比较 如果你用seem to sorry seem to happen OK 这边的话呢 这个时态比较没有办法强调当下 譬如说它可能是 现在 也有可能是呢 讲未来 因为呢 当你用了seem to happen 后面这边的话变成讲说 也有可能讲未来 可能 以后会发生 这样子 OK 所以呢 我们这边的话 用seem to be happening 强调说 现在一直一直 它又用了constantly 对不对 现在一直一直的在发生 这样子 OK 好 那这个就跟这个seem to happen 会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当你用seem to happen的话 有可能讲的是 不是现在立刻 而是呢 可能 之后 这样子 OK 好 接下来它说 stress lack of joy and broken relationships are like smothering blanket 好 分词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很多了 smother OK 因为smother的话呢 是指说使人窒息 OK 那你这边的话呢 讲说这个blanket 这个blanket的话呢 我们说 a blanket OK smothers you 对不对 它会让你窒息 所以这边用smothering 因为那个blanket smothers you OK worry consumes tim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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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还没有问题呀 OK 好 那to the fullest 这个OK吧 我们常常讲说 enjoy your life to the fullest enjoy the day enjoy the moment to the fullest 到达那个 最充实的 最大的一个限度 这样子 可以 也就是说 能够好 充分的享受 充分的利用 OK 好 但是呢 好像很难 OK 但是其实有时候 我都觉得说 我们一定有那么需要完美 我每天不能够有稍微 有一点点心情不好的时间 而且没关系呀 OK 人的那个情绪的波动呢 有时候你要去接受它 而不是说呢 只要当你呢 不high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怎么办 我呢 这个 一定要很high 当你呢 今天刚好心情有点闷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赶快把你自己调回成 好像很正向 很阳光啊 OK 其实有时候不要那么 我觉得有时候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OK 有时候难免会觉得比较low一点嘛 OK 因为有时候是身体造成的 只要呢 它不是一种长期维持像那样子的状况 那就好了 OK 好 因为那样会有害健康 好 10% of life is made up of what happens to you OK be made up of 我们说呢 由什么什么来构成 好 这边这个be made up of something OK 好 好比说呢 你说呢 OK 你说 OK 你说呢 the bread is made up of flour and water only OK 比如说你说 没有加酵母 也没有加牛奶 也没有加奶油 就是只有水跟面粉而已 OK 好 由这两者来构成 然后这样子可以be made up of 这样子 OK 好 好 那这边的话呢 虽然补充这个有一点点讨厌 但是还是要跟同学讲一下 你也可以用什么 你有时候呢 在不是全部啦 不过大部分呢 如果你要讲的是包含的时候 好 你可以用consist of 不过注意到consist of的话是 因为它是指说 有什么什么构成 它本身就是有什么什么构成 或是它包含什么 所以你不要再用被动啊 好 你就说consist of就好了 这样子 OK 好 或者是呢 另外一个有什么什么 这边这个的话 我们主要是在强调成分 OK 有什么什么来组成构成 你可以说be composed of 也可以啊 OK 对 对 还是 我说呢 其实补充这个有点机车 但是呢 常常有时候就是会考 好 这样 OK 好 比如说你可以说 the book consists of ten chapters OK 好 那你也可以说 我们刚才讲说 这个主要讲成分嘛 比如说你说 water is composed of oxygen and hydrogen OK 由氢跟氧组成 然后be composed of OK 好 这边的话呢 稍微再提醒同学一下 这些其他的东西 OK 好 那说说 ten percent of life is made up of 那of的话你看 of的话 你看我们这边用什么 flower and water 所以呢 所以呢 后面这边是不是应该是名词 诶 没错 那这边的话 我们说这是什么 这个是名词子句嘛 对不对 这个 what happens to you OK 是一个名词子句了 OK 是一个所谓的 noun close 这边当作of的售词 它是由 what happens to you 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来构成的 这样子 OK 抱歉背景有点噪音了 好像是下雨吗 嗯 好 没关系 反正呢 这几天天气实在是不稳定 我一定要等到完全没下雨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请原谅 OK 好 90% of life is decided by 好 那我们这边又再度看到这一个名词子句 因为你看它当作什么 decided by后面的名词 有什么什么来决定 你可以说 decided by me decided by everyone decided by the committee 有委员会来决定 那这边的话是 is decided by how you react to the other 10% 这边这个也是一个 noun clause OK 好 这个没有问题 好 那react后面我们用to嘛 这个应该知道 因为是对什么什么做出反应 react to something react to someone let me explain we really have no control over 这边再进行同学一下 have control over something OK 这个control这个字有点麻烦 你说所有的事情都在讲过之中 everything is in control OK 或者是你说 have something under your control 这样 OK 好 但是呢 你说have control over something 你要用over OK we cannot stop the car from breaking down stop something from doing something 阻止什么事情 让它不要这样 这个stop from OK 那注意到from后面 from是什么词 对啦 from是解析词 所以 from后面呢 你要加什么 名词或者是动词ing OK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骗语 像stop from也是骗语啦 break down是不是骗语呢 当然也是 然后你说the car broke down OK the car broke down on the highway 我的天啊 OK break down OK the plane may be late arriving OK 好 那这边的话呢 the plane may be late arriving 有同学说 这个arriving是怎么来的啊 事实上这边它是一个所谓的分词啦 好 OK 等于说the plane may be late when it arrives OK 那这个when it arrives 变成arriving OK 你说the plane may be late when it arrives OK 好 那我们呢 变成了所谓的这个 分词片语的话 就是就一个arriving了 也就是说它晚到啊 maybe late arriving OK 好 然后呢 它说 which throws our whole schedule off 好 这个which的话呢 我们当然知道代替的是一件事情 对不对 好 OK 好 那代替的是前面什么事情 当然就是前面这个 the plane is late arriving 这样子 OK 好 所以这个which的话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用a fact which 这件事情 throws our whole schedule off OK a driver may cut us off 又是一个片语 好 OK 所以你看这么多的片语啊 要注意到哦 这个是 这课其实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重点 因为这课它是在讲生活上的东西 那在讲生活上的东西 其实不免呢 就会带到很多很多的片语 因为那是你在描述你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 所需要的东西 好 好 那我们待会再继续看下一个部分